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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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秦朝 幻官 幻底 幻人都没有太监的意思 至于当时的太监 是被称为幻音 所以 从这一方面来说 赵高并不是太监 只是皇帝的近视而已 但是 另一种说法是 赵高出生卑贱 受人欺凌 而他的身份 使得他不能入朝为官 但是赵高想要报仇 所以 宁愿被处以公刑入宫为太监 当然 这一说法也没有被证实 赵高的故事赵高 可谓是众所周知 他最为别人逼的 是他的指落围马 不过赵高最后的下场也没有多好 在他逼死胡汉 登基不成转而扶持紫英之后 为紫英斩杀于殿中 可谓是就由自取 赵高指路为马秦始皇 死于第五次出巡折返的途中 一个叫沙丘的地方 赵高扶持昏庸的胡汉登基后 掌管朝中大权 只是他目无法计 汤多胡汉乱行喝症 搞得民不聊生 所以 朝堂上自然有看不过眼的人 于是 为了试探朝堂上哪些官员不站在他这一边 也试探行二事对他的信任程度 他搞出了指路为马的事 有一天 赵高牵着一头路上筹 对胡汉说是新得了一匹豪马 想要尽献给陛下赏完 胡汉虽昏庸 也不至于路马不分 便疑惑地问明明是一头路 可以说是吗 赵高笑语 明明是一头千里马 陛下怎么以为是路 胡汉再次质疑 既是马 为何头上长脚 赵高这次没有直接回答 而